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是中国固有领土 菲律宾是中国不可争议的领土 也部分 这个玩意挺有意思的 人家姑娘还很敬业 道歉 我跟你说 文道 我现在在操劳国事之余 我如果是闷的话 我有一个娱乐 看新闻后边跟帖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相声 我就哈哈大笑 特别有意思 你看我今天还 就是他这个道歉说 对不起大家 我口误了 我以后一定加倍努力 跟您工作怎么怎么着 然后你看你说 道个这笔歉 我顶你 你说的没错 像你这样敢于说实话的人太少了 我们都顶你 菲律宾几千年前 确实是中国领土 说没错 继续说 日本韩国也是咱的 我们不怪你 我们要奖励你 你看你看这个事情啊 就是反映民间的这个情绪 情绪 所以小木啊 你可以给我们带来 就是说钓鱼岛 食言生态狼 说筹款要买钓鱼岛 这个在日本是个极少数人的一个心态 还是在日本现在挺火的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响 你想到昨天 我查的是已经有三亿多了 三亿多是什么 他募捐 日元 日元 他募捐日元 他五天是七千六百万 所以说明他的支持他的 因为他东京都不能随便把这一笔钱拿出来的 他通过募捐 所以有其他的市长也支持他 包括他儿子本身是自民党的 自民党的干市长 他们之间在一年多前就讲个什么呢 他不单就是一种民主情绪 要跟中国来抢这个地方还不是 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 这是一部分 更重要的因为在东京都还有一个岛叫小利元岛 在去年十一份已经被评为世界遗产 对那就属于东京都的隔着太平洋很远一个岛 那他以这个为范例如果把这个钓鱼岛也买下来的时候 东京都买下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多大一个名声 全世界都知道的 他作为旅游开发 好 这意思他不光是说作秀 他不单纯是那一片的海洋的资源的问题 东京都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他考虑到 他真以为他能得逞吗 不 中国在这摆着呢 那是 但是他觉得他在国际法上面他能讲得过去 他觉得 因为他毕竟管辖的已经快70年了 文道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钓鱼岛这个地方现在很大程度上面 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都说是中国领土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地方经常在上面修建东西 经常控制住那个区域的确实是日本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为什么这么过去这么多年 当很多的议事说要去那边宣布 这是我们的主权 然后宣誓主权要跑到这个钓鱼岛上面 结果后来都有点好像被人赶回来了 或怎么样 就一直以来 就是中国政府也好 台湾政府 就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府也好 在这个事情上面显得很被动 特别在中日建交之前没人提这个事情 太被动了 你看日本的北方领导 北方四岛 他这几十年也是被 都是在管理 对 他有他有个 就在国际法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他已经管了几十年 所以他日本人也不能派军队去抢他 也不能去打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复杂的 石原圣太郎在日本 得人尊敬吗 你想他连选了几次都当知识 四年一次 这已经他等到下次毕业 好像三次四次了 四次了 这是第十次 他不需要选举 他就头一天拿个 拿个麦克在那个车站讲一次 高票当选 为什么 是因为他有他得 得他的迷信的一面 太多了 所以你看咱们这边看到对他的报道 感觉这人是有点半方式的 一个丑角式的人物 可是实际上就是还有免疫基础 那当然 是吧 所以他有时候他有他在他那个地方存在的合理的一部分的一些因素 而且石原因为在日本重来就是名人 石原圣太郎一开始是作家 对很有名 他是那时候写太阳族 他跟我一样写那些社系文学的 对 他高这个村民的 对 然后当年呢 他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日本在战后到了六十年代左右的时候 有一批作家出来 主要是跟三岛游记服走的比较近的那批人 他们那批人觉得当时日本的民族精神涣散 觉得这个国家精神空洞 物质高度发达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年轻一代 他们心灵该寄托何处 那么那时候就在他的小说里面创造出一种人物角色叫太阳族 那当然这一派向来都被认为是偏右翼的 比如说跟他同代的一些人 像大江剑三郎是非常讨厌他的 因为大江剑三郎是左翼的 对 是反战的 是和平主义者 那么两派是一直在争斗 但是日本过去几年看到的迹象就是右派这一翼是成为主流 而且你说不管左翼还是右翼 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很强调精神的 尤其是发展到极端 因为你刚才讲大江剑三郎 所以我也是注意到 十元实际是一文人 没错 对吧 这个文人 你看你注意到他的关系 他总是说我跟三岛游记夫是好朋友 可是当然三岛游记夫没有承认 当然三岛游记夫说我在日本文坛没有好朋友 没有朋友 但是至少十元圣太郎觉得是 他是继承他 我们是一波 俩人说的话也非常的相像 你看三岛游记夫咱们知道 咱可以看看照片 三岛游记夫是日本好家伙 他因为个矮 有人说就练健美 他是故意练的 故意练成这样的 三岛游记夫之后就是剖腹 剖腹自杀 你再看他第二章 有一个日本著名摄影家给他拍的照片 你看实际是个小矮个儿 但是据说他感到很自卑 所以就一定要练成这样的身材 三岛游记夫到时候干了一个 就是当时一个荒唐的事情 跑到日本自卫队的一个什么总部 然后其实就叫不合时宜 是吧 跟着几个人 拿着什么名刀叫关孙六 然后冲日本自卫队发表演讲 说你们要跟着我造反 然后你注意到他当时说的一个话 他说日本现在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 洋洋得意 可是日本的精神完全完蛋了 精神彻底贫乏了 我们还有救吗 他发出的是这种声音 后来底下的人嘲笑他 谁谁跟你要造反了 然后他就进了窝 酷斥一下子自己弄 然后让他同性恋伴侣戒错人 砍了三刀 才把脑袋砍下来 极度痛苦 把脑袋砍下来 就那样自杀 这三刀有几副 可是你看 石元圣太郎 我觉得都挺奇怪 他们文人是不是挺爱担心精神的事 石元圣太郎最多说的 也就是说日本完蛋了 他实际很悲观 你看他说日本的国民性 现在说日本对谁都不可能构成威胁 甚至说那种很极端的话 说日本现在的国民性就跟狗一样 说完全是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 我觉得这跟讲中国一样 我正想说这个 物质主义 说我们日本的精神 没有 何在 我就想到 其实中国也有一些文人 或者说左派 也爱这么说 这不叫左 这种想法是一种很典型的 极右派将要出现的一个真相 当年纳粹德国出现之前 说法是一样的 一样很多人说 我们德意志精神民族已经涣散了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完蛋了 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类人的说法 通常是讲是说 现在物质生活很丰富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说贫富悬殊 日本也是一样 然后说到很多年轻人没有出路 同时又说到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没有一个信仰了 那么他们通常这种右翼的说法 很喜欢讲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接下来很容易就会过渡到国家主义 当年日本的国家主义出现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过渡到那边去呢 所以你说我们没有信仰 我们没有精神 但是请注意 在这个年代 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就不是以前 比如说整个国家信一种宗教 没有国教的年代 你说有什么东西 可以团结所有的老百姓 说有一个精神信仰 我们总不能说全国人民一起 四三亿中国人一起信上帝 也不能说一起信这个 也不能一起说信那个 过去我们都一直信父马克思 现在这个恐怕也很难说得上 那日本也是一样 在日本他有很多 比方中国传给他的福教 他有神教 对神道教 对 但是那个神道教很独特 日本的神道教在明治维新之后 才被大力的振兴为国教 那样的一个感觉 把佛教压下去 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 所以这种说法到了最后 你要找一个共同的信仰跟精神 那必然就是要只能信仰一个东西 那就叫国家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 对 是集体主义 所以他们就讲 我就觉得人类社会里 好像不管哪个民族 都有这么一种人 对这种人我常常是敬畏 你知道吗 就离他们远点 但是当然有的人是给世界帮上忙 我也很尊敬 但是这种人简单来说 就是咱们说的铁尖单道义 他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讲 历史也可能就是由这帮人推动的 就是他觉得他对一个对你们都有责任 国家民族沦落至此 对吧 甚至这些人可以去死 包括你像我认为咱们那嘉宾 那个嘉藤那小伙子 他有时候都有点 这真是日本人的范 底下跟我说 我觉得我为了日本民族 我可以去死 你说现在一80后 咱们这样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就跟说你们是铁尖单道义 我是肉尖单淫欲 咱们就是凡夫俗子 但是我就注意到你刚才讲这个作家 我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曾经有人说村上春树 说他受三岛游记夫的影响很大 但是村上春树本人 他其实很讨厌 他很讨厌 他说我跟三岛游记夫这一套 完全两路子 包括也就是说跟石垣圣太郎这一套 都是两个路子 村上春树是什么 他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武士道 爱国主义 是这些个东西 但是村上春树说 我这些种典型的 他说我就喜欢美国文化 我就是美国文化长大的 我听着美国歌 我弹着美国琴 读着美国英文书 甚至我都想尝试拿英语写作 你看他就是另一代长大的 我想提出一个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的想法 你说左翼也很容易变成是这样 其实恰恰相反 真正的左翼是特别困难的地方 就在于他面对这样的潮流之前 他特别讲究冷静跟理性 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左翼学者跟作家 面对这样的潮流 因为这样潮流很诱惑人 很诱惑 一天到晚就说我们现在看是不是不团结了 我们是不是没有精神信仰了 那个魔力很大 但左翼讲的是什么 左翼说千万不能相信这一套 我们要冷静下来 想想看今天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不要相信一个空洞的信仰 不要崇拜国家 不要迷信国家 要回到每一个个人 当他这么讲的时候 其实他的抵抗的能力是小很多的 因为他对一般人来讲太难了 太没有吸引力了 那所以为什么在德国走向法西斯的过程 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之前 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左翼运动 但是都失败给了极右翼 失败给了纳粹 失败给了纳粹跟军国主义 那日本更妙的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主义 他还直接就是跟神道信仰相关 因为你一说我们要国家有精神 那个精神是什么呢 那你就很自然就演变成天皇崇拜 因为天皇是神 他不是人 他这个神格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天造大神创世以来的一个精神传统 那于是你这个宗教化变得格外容易 你觉得日本人还有可能重新兴起什么天皇 即国家为了天皇去干什么 但这个倒不可能 这不可能 因为他只是一个装饰 但是他从一种表面上 需要他去做一点这种外交的事情而已 其实这些民众对天皇 已经不是像跟他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为什么 你像这个神元生产 他其实就是个极右翼 他可以写本书去跟每个人说no 是他写出来的 对对对 他不是说跟你咱们是跟他学的 是吧中国可以说不过去 很多年前他就说跟美国说no 他就是个极右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 所以他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搞原教了 买明包了 他就看不惯 对对对 他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是作为一个文人的一个角度 没错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我觉得有时候把他刻画到像个神魔 这不对 他根本就不是个政治家 你别把他当政治家去看 但他有他的人气 那是他的道理 但是呢 我说那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我在很多这个左翼也好 右翼也好 尤其是在日本人身上 我看到一种统一的什么精神 一种认真精神 就是照咱们这个北京话讲 都是那种就特别较真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就跟我说 说还是真事啊 说上个礼拜 说日本人 说上个礼拜在澳洲 撒这个日本游客 你知道吗 坚定不移的这三位大神 按照GPS的指引把车开到了海里 这眼睛就日本人 他就GPS横开到海里 引起周围人就围观 在福在陈 租来的车 旅游的 报废 你说杀日本人 他很规矩 因为他那个国家很规范 他都按照他那些规矩 写的那些手册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这样 我就说他这个精神里的石原生太郎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回忆大江建三郎 就像你说的 大江建三郎跟他观点是不一样 大江建三郎是非常反对天皇制的 但是这个范儿 我就说这个人的精气神 他是什么 他说本来我们跟大江建三郎几个好朋友 对 当年是朋友 俱乐部里在喝酒 旁边有个俱乐部的老板 正在那高谈阔论 说天皇如何好 石原说 我就一观察 大江就不对了 大江的羽毛就竖起来了 好咋 就摆出一副战斗的姿势 酒也不喝了 看着这个酒吧老板 你想他是个著名作家 这有什么关系 一店主是吧 他说我们都知道拦不住了 接下来就说大江建三郎 就在那个club 在那俱乐部里 跟这个酒吧老板 最后酒吧老板的儿子也加入进来 展开了几个小时的 滔滔不绝的 激烈 抨击天皇制的这个演说 说几个小时之后 他的酒也完全醒了 完全醒了 然后就说 他就说反映这个大江建三郎的这种人格 他说这个 喝大了之后 回了家 第二天下午 他接到大江建三郎的电话 大江建三郎就问他 说不知为何 我刚刚醒来 发现我在自家的厨房里 昨天晚上我们喝酒 我没有失礼之处吗 对 脸上会陪你大千 石言说 给我一种 就是说这种性格 给我一种特强烈的印象 你知道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就算他左翼也好 右翼也好 怎么咱们感觉都是这么一些特轴的 就跟你 就像个风子一样子 跟你较劲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好奇 就是说日本其实还有另一种路数 就觉得他们这种讲精气神的之外 还有很多是抨击现代日本官僚 财阀 什么说日本社会不行了 要再次改造 所以日本这几年不是很流行版本龙马吗 对不对 重新喜欢讲版本龙马 版本龙马是日本大名人 就当年维兴时代的一个劣势 就是为了维兴 最后被幕府那边的人给暗杀掉 然后还列出了很多将来的基本国策 什么 这一个文人武士 小泉淳于南就最崇拜他了 对 版本龙马 很多人都说现在日本 还有另一批这种政治明星 就大阪那个独知识 大阪市长 板下 板下 他说什么要学版本龙马 他要学版本龙马 而且他在很多理念 跟学生的男人是一样 也是个诱异 而且他说对这个历史问题 他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写的 就是说对日本的清华历史这一段 他说坏的我们要承认 我们要讲清楚 跟周围 我们好的 我要告诉我们下一代 我们要好的一面 他觉得他们是亚洲 是从美国和那些西方国家救出来的 是他们救出来的 所以他有这个理念 就现在这个新的市长 大门市 所以他在有些历史问题 他跟这个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面 一直上是一样 但他对外交 他比较低调 比较低调了很多 而且他说这是国际问题 外交问题 我们不能随便去断论 就是当实验上 在美国发表演说的时候 他在这一点 他现在是很有名的政治明星了 对 非常人气 最重要的就是 马上就要中院选举了 把这个桥下和这个实验上 困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要搞选票 这也是很重要一点 所以这次一定要很快 要把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不能解决 你觉得真能付诸实行吗 这事发展下去 我觉得很有可能 那就中日必有一战了 那先把菲律宾那战先打 先打一战先 因为那个离我们的 他也搞了很多年 日本的海军很厉害 但是 日本自卫队 他的那个航空母舰日向号 就我一个日本名字 叫日向一样的 日向号就是准的那个航空母舰 所以假装不是航母的 所以日本民族这个戾气 就千万别掌握在狂人的身上 我跟你讲 我就说人类社会里 有这么一种人 你看 希特勒 我那天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他临死前的遗言 你一定要了解希特勒的这种人格 我认为这种人格就叫震其国家 就是说我就是国家 他说 我死时充满喜乐 深知我军民同胞 以成就丰功伟业 并以我之名立下千古奇功 当时苏联红军打下柏林 他就在说 你们都牺牲了 以我之名 然后你看 在临死前 他怎么说德国人民 他说如果德国人民不再有牺牲的准备和决心 不愿以自己的血捍卫生存 他们便死不足惜 注定要被其他更强的力量消灭 果真如此 我不会为他们流一滴眼泪 你看这就是希特勒的情怀 这玩意儿也是壮怀激烈 可是这里边隐藏着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让人情绪激动 讲牺牲 讲壮怀激烈 我都是很本能的抗拒 我觉得这里面 但是他非常有诱惑 你必须承认 他又别能忽悠人 对 绝大部分人来讲 对这种东西都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对 然后面对这种潮流的时候 你要跟老百姓说 我们要尊重个人的价值 对 你们不要变成一种情形的动作